我其實在入行之前 我是打工打人 我是在每一份工作 基本上我真的是表現都還不錯 可是有一次我真的也是踢到鐵板 就是去應徵一家騷漏店 因為其實我就覺得 那家騷漏店的店員蠻帥的這樣 我就去囉 然後剛開始應徵的時候 我就覺得店長對我有一點不太好的 那個態度就有點不太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 從第一天就開始叫我幹出火 什麼小優你去那個扛什麼東西啊 然後那個桶子幫我疊到哪裡 我都覺得沒關係 這個我都扛得住 我那時候真的是跟他拚了 然後每天下班是累到 是我在家是直接秒睡那種 但是他可能覺得 一直這樣子考驗我 他覺得好像 結果到一個禮拜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開始 會有些員工訓練 就有一天他就這樣 好 然後把那個炭 放在那個燒肉的那個盆子裡面 就說 來 小優 我說的是真的 哪一家燒肉店 你給他講出來 對 現在已經倒了 然後 已經那個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我真的這樣眼睜睜看了店長說 你現在叫我徒手拿炭 他說 對啊 因為我們店裡每一個男生 都可以徒手拿炭 不行嗎 那一種主要失敗嗎 男生可以嗎 男生 我是真的沒有看他們徒手拿炭 但是他這樣跟我說 我們每一個都會 他就說店長 你應該是裡面最厲害的那一位 我才能跟他做條件交換 說我胸口最大事 好 沒有 沒有 因為你跟他交換 就說店長我徒手拿炭 你直接吞炭 我那時候可能 因為年紀太小 還沒有辦法做出這麼快的反應 我當他就是有一點氣到 我就想說 怎麼會叫我要徒手拿炭 而且是所有的那個 他店長 還有一個就是另外一個男生 都這樣子 插著手看我 怎麼要 天啊 然後我就有點眼眶泛淚說 你是有點逼你 他得逞了 所以他就是要把我逼走 然後他走了之後 他就說 你看女生遇到什麼都用哭的 徒手拿炭 這個我真的不行 這個太過分了 沒有人行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初他們會這樣對我 其實很過分 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可以怎麼處理 這只有休閒 還能怎麼辦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你不用離職 也就是這種不合理的待遇 你就當場就不接受 你繼續還是做 你Routine 公司交付你 因為我們每一個職務 其實有一個職務手冊 就是我 當然店員 或者是這種小型的店 有沒有這樣做 就問你 滿大型的 你每一階的工作 他都有一個工作內容 是啊 因為我怕如果 就做你的工作內容就可以了 如果他 因為你辭退 就被人家自己走 自己走 我就沒有要發給資錢費 他真的沒給我的 他要你走的話 那還有資錢費的計算 可是你就等於是 挨在那邊 跟大家都不合 然後就很尷尬 因為他真的是 就是每天故意刁難我 那我最後離職 是因為我真的很怕 如果我還是待下去 他下一次 可能我一轉出來說 小優拿給你 他可能就拿給我炭 你那時候再燒一點 還是Nobody的時候嗎 Nobody的時候 對 那所以如果說 你能夠給自己 有一些折衝的時間的話 你就轉個身 看有沒有辦法把這個 手機的錄影打開 好 然後再跟他 Bug一下說 真的要拿嗎 還是說我們這個 沒有 你是說真的 我沒有拿過太陽 你幫我錄影 你幫我限時動態 那時候應該 手機還沒那麼 對啊 而且真的 他就沒給我薪水了 好可憐 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都可以倒 因為你什麼時候離開的 那前面那個工作 還是要照 30天去廚藝 他那一個禮拜 都沒有給我錢 你好勾矣喔 你真的氣到了 對啊 氣到了 但是哭著離開的 他現在也倒了 真的倒了 你就可以說哪一家了吧 啊 西門町 西門町很多 少了一點 那慶宇姐咧 你在新聞這一行 應該也是更不容易的 也滿久了 但是我覺得 在我轉行之後 我有聽幾個大老闆說 其實都比較傳產的 這個大老闆 他們真的對用女性 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如果說他們公司有員工啊 這是真實的案例喔 他是跟這個員工講說 這女性員工 能力非常優秀 處理大大小小的事情 這個一絲不苟這樣子 結果這個大老闆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是男的就好了 啊 天啊 這個職務非常的神聖還是怎麼樣 不懂 所以 回過頭來看會覺得說 在新聞圈 其實女性還滿幸福的 就是滿能夠發揮的 那原則上 我們在這個圈子裡面晉升 女生是跟男性是完全平等的 那 這樣想起來 這樣說起來應該是說郭董也會很 他不是有這種 這個歧視的人 要不然他怎麼會 你怎麼會擔任他的發言人 嗯 是吧 欸 他亂跑 這把發言人給問倒了呢 感覺有故事喔 他有質疑過你的身分嗎 並沒有 並沒有 這倒是真的 他完全沒有 對 所以他其實把這個 你如果是在產線上 跟在這個文書處理上的工作 其實他是分很開的 嗯 對 所以這部分他還滿清楚的啦 所以他是會認可你的 不會說是 欸 要是你是男生就好 喔 他沒有跟我說過這樣 好耶 哎唷 不錯喔 郭董很多的那個高階的主管 都女性啊 錢媽就是 對不對 錢都是交給 交給女性在管